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一開始隔著玻璃我覺得它比我想像那種小 然後看到實體我覺得它比我想像那種大 特別深刻的是牠的牙齒跟牙齦 就是牠在吃東西的時候會把牙齦漏得很開 然後會用牙齒先把你的食物夾住 然後再用舌頭把它拉回到自己的嘴巴裡面 所以我發現牠會蹲在這邊 然後整個屁股往後躺 然後拿著書紙在這裡 拿著它的竹子在那邊一直咬一直咬 然後整個是放鬆貪亂的狀態 我覺得牠那個動作蠻可愛的 因為牠圓圓圓的 熊貓牠有一個很特別的構造 就是牠除了五隻手指頭裡外 牠還有另外一隻胃拇指 我覺得這是非常特別的 因為這個胃拇指呢 可以幫助牠更容易更方便的去吃竹子 看熊貓吃東西的時候非常的療癒 就是看牠大口大口 然後很認真很享受的在牠 在看牠吃東西就覺得 哇吃東西真的是多麼美好的一件事 這是做窩窩頭的部分 因為我自己平常也有在就是做糕點 做麵條的習慣 所以覺得在製作窩頭的時候的程序 有點像做起來也比較上手 應該就是幫牠摔竹子吧 因為竹子有一些是非常輕的 然後很方便就可以摔開 但是有些竹子是非常重的 然後摔幾下都摔不快 我當然也摔水了 然後我還摔得特別乾淨 我本身就有那個就是強迫這種 然後我必須要把它掃乾淨 就是很努力的是清掃那些摳摳那些縫縫的 第一次看牠的大便 因為其實在動物園 我們在台灣的動物園裡很難看到牠的大便 而且也不知道近距離長什麼樣子 然後這次有看到熊貓裡面是很多的竹子纖維 然後其實聞到味道沒有想像中的臭 只是讓我印象滿深的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們大家有一起在一個畫作 一起進行熊貓的繪畫 然後也很熱心的教我說 我該怎麼畫這個竹子 或者是熊貓該怎麼上色會比較好看 然後我覺得非常的有趣 然後也很開心能夠交這麼多很棒的朋友 未來希望透過大熊貓的故事 繼續和更多人分享熊貓這份的愛和快樂 詞曲曲 李宗盛